那今天呢我们说一个重磅的Laura啊 它叫做AW Portrait CN AW Portrait呢是一个系列啊 如果你之前在这个SD15或者是SDXL里边用过的话呢 应该都见过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主要是用来生成我们叫做艺术照 或者叫写真照片 是专注于肖像的生长 那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 它是以这个Flux作为底膜训练出来的一个Laura 它还有一个特点 你注意啊 它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 叫做AW Portrait CN CN的意思当然指的就是China 那其实呢你可以猜想出来 就是AW Portrait呢 它是一个系列的东西 而这个CN呢只是代表着这个地域的一个模型 那也就是说 它根据不同的地域的人的审美偏好 那么训练出来不同的Laura 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你需要的那个Laura的版本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Laura在抱抱脸上的主页 那你会发现它的研发公司呢叫做Shaker Labs 注意我这个翻译翻译不太好啊 有点不太正经是吧 所以说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啊 那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展示的图片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关于它的一些使用的注意事项呢 这说的也比较少啊 仅仅说了就是权重呢 是0.9到1之间 那么关于采样器采样部数啊 这些都没有做过多的这个说明 那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哪呢 就是看一下另外一个发布平台 就是LibLib AI 这是国内的一个平台啊 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也能看到AW Portrait Scene 它的一个介绍啊 是Flux架构下的模型 更符合中国人的长相 以及审美训练的一个Laura模型 它主要用于什么呢 就是室内外的人像啊 接拍和写真 泛化性能交强 然后相对于原始的Flux 它对肌肤的表现呢 更加的细腻 下面呢有一些图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Web UI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信息 呃 比方说它的提示词 当然是可能用到了别的Laura 不用去管它 注意这个是20部采样啊 欧拉的采样器 嗯 3.5的引导系数 这个基本上跟这个普通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如果不是Web UI的话呢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基础信息的 比方说我们点开这个 那你会发现你只能看到尺寸是960x1440 而且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图呢 可能都是960x1440啊 那如果你想看详细信息呢 可以查看一些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是Liber AI的一个在线平台 新上的一个功能 这里边呢会少一些节点啊 你比方他这有一个叫做 Advanced Lying Sigma Sample 大家可能能想到我们之前讲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叫Lying Sigma Sample 那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细节的加强器啊 当然这个是我看到临时想到的啊 因为呢我们这个和他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 他那个叫Advanced 我想可能是另外一个节点呢 我不用去管他 但是呢就是说他可能会需要有一个加强的Sigma的采样器 你可以加任何的一种这个细节的增长器就可以 那比方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Detail Diamond 是吧 这个都是可以用的啊 待会呢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在线跑了啊 在线跑是需要画点数的是吧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那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那下边呢我们直接来构建一个工作流 首先呢我们来增加一个Flux的基础的工作流 这个宽高呢我们还是按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来写啊 宽度呢我们给到960 高度呢我们给到1440 随便沾一个提示词 下边呢来增加Laura 那我们来选择 A portrait scene.save tensor 你要注意啊 你之前的这个SD15里边有类似的这个Laura 而且呢SD15的Laura加到Flux的模型里边不报错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就是有人试了半天没有效果 其实你加的是一个SD15的Laura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它的权柱是0.9到1.0 我们还是先按0.9算啊 下边呢是K-sampler 刊顺稍微调一下 我们采用25部采样 然后1.0Ola simple 基本上就这样 好下边让我们跑一下这个工作流 这个就是一个时尚女性的一个特写 而且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个马化辫 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们生成的一个肖像的 或者叫写真的一个质感啊 那通过生成的这个图片呢 我们大致也能看到一些模型的特点 比方说 当你使用这种肖像写真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对背景做特殊说明 背景呢往往是被消除掉的 他会认为你是在摄影棚里边来拍了一张照片 对吧 这是我们又生成了一个啊 相同的问题我们大概也能看到 那另外呢 他在官方的工作流里边 或者很多人在跑图的时候 都用到了一个增加细节的节点 这个我们又去看这个节点是什么啊 这呢 我们就用这里边的一个节点给大家代替掉就可以 这个东西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边给大家讲过啊 这里边呢 有三种的这个细节的加强器 你可以用哪个都行 最复杂的 就可以用这个 最简单粗暴的可以用multi-sigmas 然后稍微的简单一点的 可以用这个lion-sigma-sampler 这个都行啊 但是你不管用哪个 你要注意 你这个工作流呢 得稍微的变一下啊 那我们在底下来构建一个 为了清楚 我们把这个给它fix掉啊 因为待会我们容易比较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儿得使用一个custom的sampler 这个用法呢 其实如果你不做任何的设置 这个是一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很多人一用到这种高级的部分 就觉得可能要懵啊 不知道是啥情况 是吧 这个sampler需要单连一个啊 那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slack的一个 那你这儿选的是啥 你这儿跟着选就行啊 比方这儿选ola 然后下边是sigmas sigmas其实是我们的调度器的选择啊 那比方说呢 我们这儿可以选啊 sample啊 跟这儿保持一致 然后latan的image 这这个跟这儿是一样的 然后呢 就是相同的一个输出 下面你要注意就是种子这儿 我们选成跟这儿一样 fix掉 cfg呢 我们给1.0 好 下边呢 我们重新来跑一遍这个啊 注意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model需要连过来啊 所以说呢 你需要把这个model给它连过来 那我们再跑一遍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上下生成的是一样的 稍微有一些不同 我们看着哪的问题啊 采样部数是不一样啊 这是20部 这是25部 我觉得25部没有20部好看啊 因为我们看到官方的这个生图的时候 用的好像也是20部采样 现在呢 他们俩是一样的了 你注意我是把上面改成了20部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增加这个细节的部分 那细节的部分呢 要么是加在sampler上 要么是加在sigma上 这个你挑一个啊 那比方说一个lyingsigmasampler啊 那它就是加在sampler上 那我们来增加一下 普通的sampler先连过来啊 然后连上这个再连回去 这个参数的你先不用去调啊 默认就可以 那我们来对比上下两个 因为这俩现在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容易看到这个效果 那开始这是我们增加细节的一个效果 增加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它的手套或者是衣服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细节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啊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调的稍微小一点 你调到0.3 0.03啊 可以适当的减少这个细节的增加量 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更多的 让这个衣服有了一些质感啊 手套呢 也有了一些纹理 当然这是我们说的增加细节的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详细去看的话啊 其实我们来看啊 它在肌肤上也会有一些质感的增加 这个就相对的平滑一点啊 大家注意你可以缩短它的这个作用的时间 从0.2到0.8 对啊 这是percent啊 所以说是20%到80% 那这样的话呢 也会有效的降低这个细节的一个质量 你注意我们增加细节呢 不是要大面积的改这个图啊 你比方说 我们刚才增加那个细节的部分呢 其实呢就有点过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跟刚才的效果就差不多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这个啊 但是它官方默认的就是1到9 这个得看你的图的情况 比方我们换一个图啊 是我们说的那个带着复古项链那个女孩啊 然后弹钢琴 大家看一下这是正常采样的啊 那我们看增加细节的 那就很明显你会发现 注意项链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光的这个感觉 那我们可能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差别啊 但是差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你用了0.2到0.8 那这个参数呢就有点小啊 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改到0.1到0.9 所以说这个值呢不是固定的啊 你要根据你图像的状态呢 然后去调整啊 如果它是一个近景的 就是我们说写真的那个 其实1到9呢有点大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中景的 有很多的这种背景的细节和周围环境的细节 那其实呢 1到9呢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呢 衣服就更漂亮啊 这个花呢也更加的突出 注意钢琴这儿的细节啊 然后光会更亮一些 所谓的这个肖像的Laura 其实更多的是在控制光影啊 在人肌肤上的这个变化 这样写真的效果才会更加的明显 那大家掌握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 那通过这个呢 我们也能看到啊 在一些近景和中景上的区别 有很多的Laura它是这样 它只能生成一近景的啊 你让它生成一中景的生成不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测试的其他的一些例子 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Laura的一个基本的用法啊 这样我们还是看中景的 这个是那个上海弄堂里边的美女的一个照片啊 这个其实整个的感觉啊 包括门把手 这个有点像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但是这个门不像啊 这个门比较现代化 不太合适 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 刚才我们说了啊 所谓的写真的Laura啊 或者人像的Laura 更多的是在控制皮肤的细节和光影 那如果说这个画面里边的光影 它打出来的话 就会出现现代这种效果 就是我在提示词里边啊 那么我写了是这个什么乌气蒙蒙的早上啊 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孩啊 在花园里怎么着 所以说在这种场景下 你会发现啊 它没有普通的模型生成的要好 这个我们曾经用那个 沙图3.1美学模型测过这个 那那个生成的就非常漂亮 对吧 你再看这个 那虽然是个人像 但是它反而不太好啊 那我们再看这个 那这个就非常漂亮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光照和人物的细节 这个也没问题啊 那你再看这个 同样的 当然这里有两方面原因啊 这个主要是因为 这个镜头拉的太远啊 这个肖像没有办法特别好的给表现出来啊 光呢 没有打在人身上啊 所以说整个给人一种灰暗的啊 不清楚的感觉 但是这个就很漂亮 对吧 这个就非常能说明我说的那个问题啊 大家注意 它对光影的这种营造 或者氛围的营造呢 是非常棒的 其实当没有光影变化的时候呢 它整个的感觉跟我们说的小红书呢 是差别不大的啊 你看在有光影的这个场景下边 这个做的就非常的棒 这是我们讲中景的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它的表现中景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啊 那近景的也不用说了啊 对于这种皮肤的细节的质感和光影的处理 是非常到位 这个应该是一个极限啊 不要拉的再近了 拉的再近也就不好看了啊 再看一下啊 这个就非常的漂亮 对于喜欢写真人的人来讲呢 可能都喜欢这个角度的照片 但是问题还是这儿 手啊 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是一个气泡女孩的特写 这个呢 是一个汉服女孩 其实我也忘了提示词是什么了啊 反正就我就生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近景特写的这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它有什么相同的点 例如我一开始给大家说的就是 当近景肖像的时候 或者你不特别说明环境的时候 背景往往是空的 这是这个模型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它的远景和近景的一些图片的效果 你如果你要生成肖像的 或者近距离的 或者你想表现细致的肌肤 丰富的光影 那你就用AWPotrait 那如果你想表现这种平时的自拍 看似随意 其实呢 也是精心打扮过的那个感觉的 就可以用小红书 这个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大家自己去尝试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